各位,庶民他又做到了 没有任何的反转 他又只是安静人躺在那里 10秒就是10秒 绝不宜许有意外发生 群长的观众们都激动了 庶民恢复了意识 这些映入他眼前的事 进行场内 还有骨骼一碎牙的底面 庶民他真的很辛苦 为了让对手获胜 你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哪像某位社后不宜的渣男 打赢了对手就露出了一副血表情 此刻的会场之中 观众们都很兴奋 因为他们都没想到 自己能见证到这历史性的一刻 本来他们以为 10秒只是个噱头 却没想到是真的 小阿里也做不到这点 话说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会吐血吧 排队入场30分钟 结果比赛过程只有10秒钟 感觉自己来一个寂寞 简说远远在这时候 掏出了怀表给庶民一发暴击 竟然只有9秒01 给我多撑一秒钟的笨蛋 以这个死脑筋的力士 庶民带来着看着对手 在观众的呼喚声中 某以悠闲的散步离去 仿佛刚才的不是比赛 只是陪朋友出来聊天一样 说明他太老实了 为了守护自己的承诺 又不好意思打爆任牙 所以他只能以最笨的方式 用自爆这些方法输掉比赛 这么温柔的雄性 现如今可不多见了 任牙回到了后台 就看到老爷子正在迎接他 老爷子聚光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啊果然很快的呢 我也不要乱说话啊 任牙回答道 是啊 早知道就不断毛巾出门了 我一定汗都没流呀 不要再鞭死了笨蛋 庶民他已经很惨了啊 任牙安静的一回继续说道 从结果上来看 我的确秒杀 庶民 但那是因为 庶民是万中选赢的强顶 如果我不全力以赴的话 我根本无法获胜 绝对不是因为 庶民是一位瘦弱的力士 开什么玩笑要吐了 以前打赢小阿里的时候 你也这样说过 过分的解释和客套其实也是种侮辱啊 对于柏宇过分公文的话语 老爷子的点头表示道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之后 柏宇和庶民到了德川家 进行了一场赛后检讨 庶民说他是真的王败了 现在他成为了笑话 对此代表表示 不要气馁啊庶民 我能够打赢野剑庶民 完全是靠小技巧才能够获胜的 我根本不可能和你正面交锋啊 而且那时候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身体竟然无法控制 自动选择的技术 来应对你的攻击 总之都是因为你太大 太强了 我才控制不了自己 对此千言万语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 那就是你太酷啦 这种一天一明显就是客套的说词 庶民毫不客气的笑纳了 说的没错 我果然还是很厉害的啊 不过王者啊 有时候决定胜负的 就是这种不亲眼的小技巧 我无言了 人家说什么你就硬什么事吧 过于他啊 可是连鬼背都没用出来啊 那也还继续说道 是啊 我得救人了 不过庶民现身啊 在这漫长的角力队之中 到此也该结束了吧 哦 这段话的意思 难道是暗示着 项目到终于要结束了吗 毕竟啊 波尼作为封面人物 他搞出的话语 还是有那么点心意不利呢 终于啊 他那个本书主角 终于不用只活在封面之中了 但就在我以为 话题会继续深入的时候 处出竟然乱入了 你是在门口埋伏多久啊 看到他这个架势 我还以为他的项目已提出挑战呢 结果他只是喊大家去吃饭 就只会吃 你真的和食物过不去对吧 于是非常猛烈的 叙述的一座巨大的火锅 尊敬出在众人的眼前 云南如此 云南如此啊 项目到的精华就在这里啊 想当初啊 经典的任牙三部群 不也是品尝过酒店的美食 以及中华料理的美味吗 没想到 傍远老师 铺垫了一百多话 知道这一话 才告诉我们项目的真水 想想看吧 项目到的开篇之境 到底出现过几次火锅 没错 会介绍相铺火锅 邦连老师竟然画一百多话 这才是真正的相铺道啊 谢谢李邦连老师 也想表达出来的事物 你的用心良苦 直到现在这一刻 我的策略明白 谢谢李邦连老师 你是我的超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下来继续连载修卡到 我在这我们下见